哈囉 大家晚安 我是呂孫達老師 今天直播 你會發覺到我們時間比較早一點點 因為以往都是七點直播 今天是六點直播 早了快一個小時 而且今天是禮拜五 一定很多人趕著下班 不過沒關係 因為直播很方便 你如果前面看不到 後面全部都結錄之後 還是會再回來一次 對 所以 請不要那麼趕 對 看得到的就看 看不到的等最後有空的時候 再來看我們之前的直播就可以了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那 今天要教各位做什麼呢 今天要教各位做 輕輕拉乳酪蛋糕 那 它是一款輕乳酪蛋糕 而且非常棒的是 沒有加奶油 注意聽 沒有加奶油 而且 不需要海綿蛋糕體 不需要海綿蛋糕體 就是一塊標準的 souffle cheesecake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輕乳酪蛋糕 但它真的很方便 它你 材料你不用準備奶油 也不用去額外打一份海綿蛋糕 直接做好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棒 我們剛剛大概在一小時前 就已經在社團偷偷有做好一份 做得非常漂亮 不是我做的 預先做好的那一份是我弟做的 那 接下來我要教各位啊 怎麼製作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做乳酪蛋糕 那 今天除了乳酪蛋糕的重點之外 因為我們會烤焙時間比較長嘛 在烤焙時間的空檔 你可以翻一下之前的文章 我們有彙整的大概二十幾個題目啊 是製作乳酪蛋糕的細節 所以會一一跟各位回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製作乳酪蛋糕了 OK 那 乳酪蛋糕 中而皆知的就是 我們需要用隔水焦熱的方式啊 把白美辣跟cream cheese啊 這兩個食材啊 把它隔水焦熱到融化 像這樣子 我們先把cream cheese加進來 那老師的cream cheese有退冰過了 然後呢 再把白美辣加進來 把這兩個材料加進來 然後這邊呢 我們會加熱到65度 65度請記好65度 65度 所以我們的小編 就可以先把重點寫下來了 就是我們的白美辣以及cream cheese啊 加熱到幾度呢 加熱到65度 又15度 這邊加熱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子 你先把那個cream cheese啊 稍微壓軟一下下 因為這樣可以方便它受熱 或者是你可以先把cream cheese啊 捏小塊小塊的加進來 這樣它都可以融化得非常快 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做清乳酪蛋糕啊 乳酪是一個很重要的食材 你要挑選的不一定是最貴的 而是要挑選你喜歡吃的味道就好了 為什麼要加熱到65度呢 因為老師要把麵粉跟玉米粉 讓它有個糊化的現象啊 增加我清乳酪蛋糕的保濕度 配方裡面我們今天是用白美辣 那沒有怎麼辦呢 很簡單去買就有了 對去買就好了 那哪邊可以買呢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有很多人在公佈 就是哪邊可以買 嘿看一下留言就知道了 對 然後這邊在煮的過程中 我們就先把它攪拌一下 讓cheese 配跟鮮奶 趕快的融化均勻 那這邊加熱通常是需要十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 那我們就利用這十分鐘啊 來處理烤盤子 因為啊做乳酪蛋糕 好今天的配方啊是六吋兩顆 六吋兩顆 所以我們就會來處理紙張的部分 紙張的規格呢 麻煩小編跟助理們啊記一下 你們記一下喔 我們今天紙張的部分啊 我們的長度啊是55公分 長度是55公分 然後寬度的部分啊是15公分 大家記一下 寬度是15公分 然後長啊 沒有長是55公分 然後寬是15公分 然後首先我們要用個底紙 像這樣子 你把紙拆好之後呢 然後這是六吋的固定膜 有沒有看到六吋的固定膜 有沒有看到六吋的固定膜 然後準備一支筆 今天好像上勞做客喔 那這樣子把它畫好 就出現一個圓 有沒有看到 那這邊呢 就把它剪一剪 嗨 Jeffery 好久不見啊 Jeffery是老師在原培科大 當老師的時候的學生 自己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Jeffery是很厲害的馬來西亞師傅喔 來這邊我們就是剪紙 把它剪圓圓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要鋪在我們蛋糕的底部 鋪在我們蛋糕的底部 那個換瓦斯喔 換瓦斯請他換一下 沒有火了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底紙就完成了 好 我們要注意它的微邊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注意它的微邊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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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 那微邊的部分呢 我們要55公分 55公分 我們把多餘的地方裁切掉 為什麼不要那麼長呢 因為太長的紙啊 太寬的紙啊 我們繞微邊的時候呢 紙容易陷下去 這邊你可以幫忙拌啊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們要兩張紙 兩張紙做微邊 所以我們要拆出啊 55公分 然後寬度啊 長55 然後寬15 像這樣子 兩張紙就好了 能不能用朋友的方式 我會建議 我會用紙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我烤完之後 我可以輕輕鬆鬆把它取出來 朋友的話 我更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方便啦 因為用紙的話 出來的產品真的非常棒喔 然後呢 這邊是15公分 對不對 15公分寬啊 我們底部折4公分起來 折4公分起來 你沒有看錯 我們今天是真的叫西點客 我們今天是真的叫西點客 今天不是叫勞作 但是你要學做輕乳酪 你真的要會做勞作啊 為什麼 因為輕乳酪需要做折 折紙的動作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好 這邊 折4公分起來 然後去剪它 剪它 把它剪起來 那剪的間距呢 是1.5 欸 那個小編有沒有寫下去啊 你要把它寫在裡面喔 你要把它寫在留言裡面 給人家知道 那你自己要記起來知道嗎 嗯 然後像這樣子 我們把底部都把它剪一剪 其實如果看到老二做這個動作的人啊 在做輕乳酪 是不是很熟悉呢 因為 尼烤 以及剪定的輕乳酪蛋糕 也是這樣做的 來 繼續 繼續翻 繼續翻 然後做完之後 像這樣子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有沒有看到 噓噓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六寸模型裡面 活動模 絕對不行啊 活動模會死路一條喔 因為水都跑 水都會跑到裡面去 好 然後像 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他說按個讚 謝謝 讓老二知道你們有看到 像這樣子 然後像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再把紙啊 放到裡面去 就是剛剛 這個原紙 放到裡面來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我們把它按讚 謝謝 看一下 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可以量個溫度 可以洗 洗火了 OK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模型就都處理完了 那接下來呢 老師來做乳酪蛋糕了 乳酪蛋糕呢 這邊加熱到65度 並且起司都融化了 起司都融化了 OK 這樣就好了 起司都融化之後呢 這個可以先拿走 整個 整個都拿走 整個都拿走 都融化之後 然後 像這樣子 然後 像這樣子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Vanilla 香草精 跟檸檬汁 還有 我們的 滴雞麵粉 跟玉米粉 通通都加進來 那我的習慣是會先加入粉類材料 像這樣子 先把粉類材料 加進來 然後攪拌 攪拌均勻 這個步驟為什麼要加到65度呢 就是讓它糊化 讓它進行一個糊化的作用 糊化好之後呢 會像這樣子 有點像卡士達線一樣 有沒有看到 像卡士達線一樣 像這樣子 有沒有 一個流性的狀態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檸檬汁 還有蛋黃都加進來 還有香草精 對 蛋黃 還有 Vanilla 香草精 配方喔 配方不用擔心啦 等一下 你們直播完成之後 就會看到公佈在社團 或是公佈在粉絲專頁裡面了 然後這邊把它拌均勻 那機器可以把它拌過來一點點 拌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很像 有沒有看到 卡士達線的狀態 很像卡士達線的狀態 那接下來呢 老師要來製作的就是 打發蛋白的地方了 那 蛋白打發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把 蛋白加進來 然後用 快速啊 把蛋白打發 那 老師的鏡頭可以往下調一點 好像太高了 會反光 沒辦法 因為老師在這個教室 沒辦法克服它 這邊 萬眾矚目 燈光璀璨 嘿 老師下一次 會找燈光 不要這麼亮的地方 對 但這次沒辦法 就相救一下吧 然後 然後 起泡之後 就可以加糖了 那我們糖的部分是95公克啊 糖會分三次加 三次加 那剛剛有朋友問說 不用降溫嗎 我們 才65度啊 加入麵粉 糊化完之後 也降溫了啊 最後再加蛋黃 跟檸檬汁 就像好夾醬 就降溫完了吧 不是嗎 你看 老的糖加很快喔 因為我的速度轉比較快 那糖的部分呢 蹲三次 把它加完 然後 糖 加完之後呢 你會發覺 老師把速度轉稍微慢一點點 就是我們從快速啊 轉到中速 讓蛋白啊 能夠比較細緻的去呈現出來 讓蛋白細緻一點點 到這邊過了多久 你們看一下 是不是做乳酪蛋糕很快 為什麼 老是蛋白打完了 再先收走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像這樣程度 嗯 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麵糊啊 現在在加入 蛋白之前是42度 小編計一下 42度 然後我們把蛋白 挖1 わ3分之 1 進來 3分之 1進來 然後拿打蛋器稍微拌一下 稍微拌一下 這先不要收 然後呢 麵糊這樣子跟蛋白混合均勻之後 加起來這裡 加進來原本的蛋白裡面 然後怕各位拌不均了 所以你看 你用打蛋器拌個大概五六次 一二三四五六 拌一拌一下之後呢 再用長刮刀 把它攪拌均勻 像這樣子 對同學修得非常好 蛋白打到磨人浦屋的程度 有沒有看到磨人浦屋它的頭 都這樣彎彎的 這邊就把它拌均 拌均 像這樣子 有一點點流性 大家仔細看喔 拌到像這樣子 就是 好 我做完了 那我們把它分兩顆 老師都不會消泡嗎 不會消泡怎麼當你老師啊 然後我們把它倒出來 這配方啊 是六吋兩顆的量 六吋兩顆 好 沒了 那兩顆 就做完了 敲一下 敲一下 然後 放到烤盤裡面 倒水 水 到1.5公分 就可以烤了 來 你來倒吧 在那邊 像這樣子 來倒水 倒水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們時間的話呢 我們先計25分鐘 那烤問的話 是上火200 下火150 上火200 下火150 5 然後就中間去 Finish 嗯 嗯 現在 花多久啊 啊 對 現在總共花了15分鐘 嗯 我們從無到有 從無到有 從材料弄一弄 還有包含 剪紙 到進烤箱 老師 講話講很慢吧 15分鐘可以做完 我們不用後製 不用剪輯 就是直播就可以做好了 所以你還擔心什麼 你一定會成功的啊 我們時間做的那份是我弟做的 還是會成功啊 那前面都不醞釀一下嗎 要怎麼醞釀 這樣子嗎 不用醞釀啊 醞釀什麼啊 那水是冷水還是熱水 稍等一下 因為今天有二十幾個題目要我回答 我們就慢慢回答 等一下因為要要回答那 我的飲料了 外咖啡了 真的有脆 超迅速 沒有沒有很沒有到很迅速啦 老師剛剛都做很慢吧 我沒做很快啊 你可以看到我都慢慢做 嗨阿虹 好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回答各位的問題 老師啊 就是前幾天有 昨天 有問大家就是 新華蛋糕製作上有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有請助理啊 幫我們整理了二十個 簡單的問題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 首先第一個 蛋白打發程度的區別 加不加糖的差異 我們做清爐肉蛋糕 以前的配方都喜歡加塔塔粉 可是 我不喜歡加塔塔粉是因為 我要做給我小朋友吃 我幹嘛加塔塔粉 對不對 那蛋白打發要打發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一般我們是打發到濕性接近半甘性 坦白講 這樣講很多人一定聽不懂我在講什麼東西 因為他根本連濕性是什麼他都不知道 所以應該怎麼調整 你應該要記說啊 蛋白要打到柔軟 光亮 有紋路 然後勾起來像 剛剛很會講得很好 像魔人浮屋 是這樣子 魔人浮屋的頭的狀況 而不是鳥嘴 因為像陰嘴那種狀況 是接近半甘性發泡 接近半甘性發泡 那加不加糖的區別 你不加糖 打發出來就是花掉的啊 因為什麼 因為糖在打發過程中 可以增加蛋白打發的穩定性 那乳肉量多少才算標準 這是第二題 乳肉量多少才是標準 我們只要看到有打發力的蛋糕 你要吃出所謂的膨鬆 輕柔的口感 絕對不可能加很多起司 因為起司加很多 它的比重會很重 一般我們都稱之為重乳酪 那我們今天是做輕乳酪 souffle cheesecake的話 它應該要有輕盈的感覺 所以起司量啊 不會到那麼多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加奶油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白美娜 它味道很濃郁 非常的好用 那 奶油乳酪融化的時候 需要寄溫度嗎 要啊 我們剛剛不是有BB槍 因為我們是65度的時候呢 我們加入麵粉讓它糊化 糊化之後再加入我們的蛋黃 檸檬汁跟香腸夾醬去半均 那這樣一來不就降溫了 那我們剛剛跟蛋白混合的時候呢 麵糊的溫度大概40到42度 然後跟蛋白糊去混合 但是打發青乳酪的蛋白 要用冰的 要用冰的蛋白 第四題 烤膜的材質上有限制嗎 我們今天不是用6吋的固定膜嗎 所以就乖乖的去材料行買6吋的固定膜 基本上6吋固定膜也只有兩個東西啊 陽極的跟不沾的 你買任何一個都可以 有些人說 能夠買活動的嗎 可以啊 如果你想要你腦子進水的話 你就去買活動的好了 我們不是隔水加熱嗎 你買活動的 那水不都跑到紙波蛋糕裡面去了 這樣不是很奇怪 水浴法不代表是泡到水裡面啊 你要隔模型 但模型必須不能進水啊 所謂是腦子進水才會用活動膜 那活動膜其實也可以用啦 怎麼用 包一層鋁箔紙 它就可以隔水用了 這樣外面安靜一點 它太炒了 待會兒出去把它攪下去 跟你說 然後 我們這邊正經一點啊 就是 玉米粉跟滴粉的左右 那個 做蛋糕 其實這個配方裡面 清乳酪如果你要它 口感很柔軟細緻啊 你可以全部都用滴粉 滴粉 那滴雞麵粉啊 如果你要它Q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用玉米粉 但是我們今天是不是各對半 所以 優點都會有 非常好 那如果你希望它柔軟一點的話 就全部都是用 等一下 因為我同學想說之前包鋁箔紙還是進水 因為你沒有包鋁箔紙還是會進水啊 因為你沒有包鋁箔紙還是會進水啊 你腿是可以多長啊 一百七就這樣而已嘛 腿就這樣子啊 是能夠多長 那是螢幕的關係好不好 你要我多長就多長好不好 然後 欸我剛剛講 水浴法啦 水浴法的水面高度就是1.5公分 1.5 那為什麼不能夠太高 你那麼高幹嘛啊 我都沒那麼高了 你那麼高 1.5就好了啦 1.5 水溫 冷水就好了 有些人說 冰塊 可以啊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冰塊可以 你前面剛烤完吐司嘛 你前面剛烤完吐司下火太強 你就墊冰塊吧 怕 脹到 脹太高啊 對 然後 沒有旋風 沒有上下火的旋風烤箱 這個是很多人要問的問題 沒有上下火的烤箱 怎麼烤 乳酪蛋糕 很簡單嘛 我們今天是250啊 你開170就好了 開170 然後慢慢烤 烤箱沒有 烤箱要買哪一台 你不要這樣問我 烤箱每一台都很好啦 就是用你自己喜歡的 然後 如果要 白美娜 替代鮮奶的比例 這誰問的 我跟你講 白美娜的乳脂肪 是8% 鮮奶 全紙鮮奶是3.7% 你如何用3.7%替代8% 你替代不了啊 所以怎麼辦 上網 嗶嗶嗶嗶嗶嗶 去找哪邊有在賣 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老師你喝酒了嗎 沒有啦 今天怎麼會喝酒 今天禮拜五而已耶 怎麼會喝酒 我會喝酒 喝酒 喝酒 嗨廣冠堂師傅你好 然後 第十題 烤上色之後 是否直接蓋上鋁箔紙 我們各位提醒一下 如果你家的烤箱 沒辦法調上下火啊 上色是不是很快 對沒錯 如果有上色 有同學說 剛剛的咖啡是不是有加酒 有 對 貝里斯奶酒 加了一點點 嗯 上色之後 如果真的你降溫很慢的話 你就蓋你脖子沒關係 反正 我們乳酪蛋糕的重點是烤熟 烤熟 那 有些人在問說 為什麼他的那個乳酪蛋糕會爆炸 會爆掉 裂開 香菇 很簡單嘛 蛋白打太發 然後火力太強 就這兩個重點 那有沒有別的 有啊 手殘 就是你 沒有辦法做好啊 那 這個問題 非常的好笑 所以我特別挑來回答 為何 水會滲透到模具裡面 哈哈 你看一下第十一題 為何 水會滲透到模具裡面 剛剛講過了兩個原因 一個是模型浸水 第二個是腦子進水 為什麼呢 你活動模 你沒事買活動模隔水加熱幹嘛啊 不要一直想要克服活動模隔水加熱 你今天活動模隔水加熱 你只要鋁箔紙破掉它一定進水啊 一定進水的 不要搞那種事情 這個不想回答了 十二題 蛋糕不夠高 放涼之後會塌陷 有收縮的現象 蛋糕不夠高 不就是蛋白打不夠 或是消泡嗎 對不對 放涼之後會塌陷 你有沒有烤熟啦 烤熟才會 沒烤熟才會塌陷嘛 對不對 而且有 皺縮現象 不就倒縮啊 然後 十三題 切開 切開蛋糕裡面是濕潤的 然後不輕盈 表面會裂開 哇 異形 為什麼呢 首先 蛋糕切開是濕潤 沒熟 不輕盈 可能沒半均 裂開 可能複雜 蛋白半不均爆了 火力太強爆了 所以 這個問題不簡單 你的蛋糕可能同時間 發生三四個問題 同時發生 然後第十四題 如何避免 孔洞過大 首先 蛋白要打好 孔洞 就不會過大 第十五題 蛋糕口感 乾硬 跟 低粉的量 有關嗎 還是 蛋糕口感 偏硬啊 應該是跟腦子有關 為什麼 你是不是趁做材料啊 老師不相信 交輕乳酪的 蛋糕的師傅會給你 麵包的配方 叫你做輕乳酪 輕乳酪沒有人做出來是硬的啦 你是怎麼用的啊 你是做泡芙嗎 輕乳酪蛋糕 如果口感偏硬 一定是你秤錯材料 不要牽托在老師的配方不好 不要害老 老師 真的 這些題目啊 每一個都很經典 然後第十六題 會分成 沒有均勻 有顆粒 或沉澱是什麼現象 我再講一次 乳酪蛋糕 會分成 無法均勻 有顆粒 會沉澱是什麼問題 我重複一次給你聽 會分成 就是無法均勻 就是沒半均 會有顆粒 也是沒半均 會沉澱 還是沒半均 所以你這問題在哪邊 你應該很清楚了 就是你沒半均 對 然後如何判斷有沒有手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拿竹籤插下去 抽出來看看 蛋糕有沒有濕潤 或是乾爽的狀況 這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手去摸摸看 蛋糕是不是有彈性 是不是有彈性 但老師跟各位講 我個人 我不會用竹籤去插蛋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中南部都會拜拜 竹籤插過了 你不覺得 很像拜過地基柱一樣嗎 那消費者感官會不好啊 而且家人會覺得說 你怎麼拿拜拜過的給我吃咧 對啊 所以跟各位誠摯的建議 學做蛋糕 用手去摸 判斷 不要用牙籤 對 我跟各位講 老師沒有效人家 新手一定要發問 為什麼 你們發問之後才會成長 真的才會成長 而且這些問題 老是都很正經的在回答 然後 第十七題 固定膜 如何脫模 要熱的脫模 還是涼的脫模 首先 固定膜 怎麼脫模 要看你是用紙的方式 微邊紙 還是噴油撒粉的方式 如果你是噴油撒粉 很簡單啊 烤熟之後 趁熱倒扣出來 再回來 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革紙的方式 就拉起來 放旁邊就好了 這樣講你聽不懂對不對 很正常 我們等一下來看怎麼做 那 熱的脫模 還是冷的脫模 趁熱脫 冷的 會倒薑 會倒薑 再來 用了不沾的模具 請問要鋪烘焙紙 還是白豹紙 呃 我個人建議 白豹紙 為什麼 烘焙紙太薄了 你在抽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不好抽 第十九題 白美娜沒用完 如何保存 保存多久 白美娜不是用罐子裝嗎 它不是用罐子裝嗎 如果你用剩下一半 我建議各位 不要放在鐵罐裡面 把它倒出來 放在一個塑膠碗 或是任何碗都好 然後裝保鮮膜 封好冰冰箱 因為你放在鐵罐裡面 容易會發霉 對 容易會發霉 第二十題 其實這問題 還好有人問 不然我覺得我也會嚇一跳 乳酪蛋糕 成品為什麼會有 很重的蛋腥味 卻沒有乳酪香氣 首先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先看你買的蛋有沒有壞掉 再來講這件事情 如果你買了一顆壞掉的蛋 你做起司 cake 它就是壞的 那你怎麼搞都沒用啊 所以做起司 cake之前 你不要問這個 有沒有臭臭的問題 蛋會臭90%是壞掉了 那你做完蛋糕 也是壞的 不可能是它變香的 那 如果蛋是新鮮的 怎麼會變臭 你跟我講 對啊 我們今天做青乳酪蛋糕 加檸檬汁 加cream cheese 那還會變臭 你再想想看 是不是蛋壞了 這個才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真的 然後 其中有一題是額外補充的 乳酪蛋糕如何冰過有綿密感 你注意聽 乳酪蛋糕如何冰過有綿密感 首先 如果你的蛋糕做出來不綿密 冰過也不會綿密的 你要先把蛋糕做綿密 冰完才會綿密 所以你問這個問題 你要先想一說 你說你的蛋糕有沒有綿密 如果它本身是不綿密的 冰過 出來 還是不綿的 懂嗎 如果你做得很綿密 進去出來 還是綿的啊 沒問題的 所以 你今天有這個問題發生 一定是你的蛋糕不夠綿密 所以冰完出來出糙 不是冰的問題 是冰之前就出糙了 然後 我覺得後面這問題非常見 因為這是我們小編自己寫的 哪邊可以買到白美娜 自己打就 它會 等一下會自己PO文在下面 還有 白美娜何時有團購 團購資訊 你看 這個就是真的很 那個 等一下會自己出來在下面 別的咖家 別的咖家 你看 你看我回答了二十幾個問題 這邊才考十二分鐘 十二 那 現在呢 老師來示範啊 怎麼把蛋糕 那個翻過來 把它立在那個盤子上面 把那個蛋糕拿來 還要吃飯 我們的配方啊 請小編打在下面 白美娜兩百七 Cream cheese一百六十五 低筋麵粉四十五 玉米粉五十 香草濃縮醬三公克 檸檬汁十五克 蛋黃八十 蛋白一百九 砂糖九十五 這是配方 那 等一下呢 前面有 但沒關係 老師會再請小編 再把它PO在下面給各位看 對 背景有 笑聲 對啊 有啊 因為我們小編一直在笑 因為這問題是他打的 你看他一不小心打完這麼好笑 來 我們這邊呢 來給各位看一下 蛋糕要怎麼樣脫模 沒關係沒關係 那個拿來那個拿來 來 這是烤好的 這是烤好的 有些人都會問說 欸 這樣子 老師都看 看不到啊 你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今天的 蛋糕 好 那 怎麼把它取出來呢 大家看一下 你沒有看到 沒事 自己都嚇一跳了 自己都嚇一跳了 乳肉蛋糕 你沒有看到 沒事 自己都嚇一跳了 自己都嚇一跳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像這樣 有沒有 光滑的 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簡單呢 然後呢 接下來啊 就脫模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 切 乳肉蛋糕來試吃 對 用頭頂 來來來來 黃雅玲來頂看看 那我們現在來教各位如何切 乳肉蛋糕 那眾所皆知啊 乳肉蛋糕都是要熱刀 並且用刀子切 嘿 用刀 刀子切 有些人說 用刀子切不是廢話嗎 不是廢話啊 那你用具體刀你要怎麼切 對不對 你一定要用一把 就是比較利的刀 那我們今天 會用這把刀 然後我會用火 稍微烤過之後這樣切它 然後 誒 拿冰箱 那顆蛋糕出來 這個技術就把它拿去冰好了 然後準備一條 殺菌過的抹布 因為等一下我們 切完之後要把它清乾淨 用這個 為什麼做的會回縮很多 兩個原因啊 比如說蛋白打不夠嘛 蛋白打不夠 或蛋白打發過度 你拌拌拌拌拌 蛋糕就會很容易回縮了 來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今天 大概四點多完成的 輕乳酪蛋糕 Here Here 在這邊 這麼漂亮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切它 先加熱 好 那我們就先熱刀 好 熱刀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來切了 像這樣子 三明目手下呢 我們今天是抹 鏡面果膠 然後切完之後就是擦乾淨 對用消毒過的抹布擦乾淨 然後再來切 再切 再洗一條抹布啦 再用一條比較乾淨的抹布 再切 然後再擦乾淨 然後再擦乾淨 大概二十五分鐘嘛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上火兩百 下火一百五啊 已經有一點上色了 我們就降溫 降溫 我會上火直接關掉 上火直接關掉 然後下火還是維持一百五十度啊 就降溫了 可是降溫如果你怕降太慢 你可以像這樣子 打開之後啊 夾手套 小烤箱也一樣 可以夾手套 用燜烤的方式 把它烤熟 那 給各位看一下 這切好的乳酪蛋糕 長得像這樣子 有看到嗎 有看到幫我按個讚謝謝 像這樣子 然後 今天來現場 哎 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這麼綿 如果覺得它很綿的話 麻煩幫我按個愛心謝謝 這麼綿 有沒有看到 而且 不用乳酪蛋 不用海綿蛋糕哦 有沒有 是不是很漂亮呢 現在幹嘛 現在試吃啊 我們 今天現場 今天現場 來了我們 公司的人 我跟你講 這兩位啊 這輩子從來沒吃過 用白美娜做的 乳酪蛋糕 真的 他們一定沒有吃過啊 來 聲遠 來給他們兩個吃吃看看 來給他們兩個吃看看 等一下幫他錄起來 來他們的表情 很好吃哦 你看 入口即化 有沒有 老師已經很盡力的 盡量 延遲今天的直播時間 但是無奈 但是無奈 老師這個 滷肉蛋糕真的很快就做完了 那因為後面還要考好久 那各位也看完成品了嘛 那現在也快七點了 我也肚子餓了 所以我可能要去吃飯 要結束直播了 我這邊最後做個總整理啊 我們烤焙啊 上火是200 下火是150 然後烤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如果表面有一點上色的話呢 就上火全關掉 然後維持下火 然後再烤多久呢 30到40分 30分鐘 40分鐘 是30到40分 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表面有彈性 就烤好了 千萬千萬 不要用竹籤去吃 因為剛剛講過了 你家沒有拜拜的習慣 千萬不要拿竹籤去吃 吃完大家就覺得它敗過了 那我們拿給人家吃 拿給一個敗過的東西 其實是不太好的 對 老師的社團 等著各位交作業 粉絲專業 這場直播 一定會留下來的 不用擔心 那 今天 最後 ending 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說 想買白美娜的話呢 社團 會有 團購的資訊 粉絲專業 也有團購的資訊 還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要裝東西 有啊 今天送什麼 今天 按讚 留言 寫下 蘿蔔蛋糕很好吃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會抽一個 送幾罐呢 我們只抽一個喔 只抽一個 我們送它12罐 送好送滿 送它爽為止 再一罐 12罐做蘿蔔蛋糕 可以做幾顆呢 大概 大概30顆左右 對 做好做滿 12罐一個人 用到爽為止 對 所以這邊 今天這個直播 最後 ending 你只要按讚 分享 留言寫下 就是 蘿蔔蛋糕好吃 就這樣就好了 對 我們就會從中 選出一個 抽的 抽出一個 送它12罐 12罐 白美娜 那如果想要買的人 等一下會有同購資訊 下面看一看就有了 上面刷的是什麼 果膠 那 今天直播 我已經盡力的 做很慢了 但是 我都已經做完了 那考來考很久啊 我們直播就到這邊了 快點 等你們來交作業吧 對 今天這樣子了 拜拜 結束了 好了 吃飯了